大家好,又係我星星和大家,職人吹水 大家好,自從弄過彈藕之後,都得到很大迴響 我以前七八十年代,除了罐頭的牛肉,還有一隻叫做新鮮牛肉的鮮牛肉三文治 現在在深水埗有一間做得很出名,那間叫做鮮牛肉三文治 到底當中我們的新鮮牛肉怎樣處理呢? 今天又和大家再分享一下我們有些行內的做法 我很久以前做過一個叫做早餐A,沙爹牛肉麵 當時我買了一些新鮮牛肉回來,跟大家做一些醃牛肉的基本技巧和流程 我幾時都說,基本技巧和流程是最重要的 至於當中我們用什麼肉去醃,都是歸咎於基本技巧的 今天就買了一些急凍的牛肉,這些澳洲牛肉 說來話場,跟大家再說幾句 我之前去那些師兄在那裡探班 我又問,現在那些冰鮮牛肉,外面是買不到的 我都說不是的,我都看不到的 證明我真是蠻愚蠢的,原來周圍市場都有這類型的冰鮮牛肉 這盒都買了三十多元,通常都在櫃裡有十幾二十包 還有很多不同的品種 有什麼不同的品種呢?因為是有些切了的 有些切了牛肉片,有些切了牛肉絲 我都建議大家買一些原件牛肉回來自己切 為什麼這樣說呢? 有看我上次做的沙丁牛肉 我都說過了,我們這些沙丁牛肉 我們要跟著紋去切 為什麼跟著紋去切,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因為現在在外面很少吃到的茶餐廳會跟著紋去切 跟著什麼紋呢?跟大家說一下陳年往事 我以前做茶餐廳,我自己堅持拿一大塊牛肉回來自己改 為什麼說堅持呢? 因為我們現在做很多都是不拿回來自己改 不拿回來自己改,有些什麼切法呢? 到公司代工,整塊牛肉刨一片片來 我們只需要回來,改到適合自己的尺寸 就不用改出來 當時我們那些牛肉刨,為什麼堅持自己改 一件牛肉刨回來十幾磅,很大塊的 十幾磅,我們鬆掉它之後,就要射 首先把牛肉刨分開幾磅,一射出來 一射出來,有一塊就零射,零射大塊的 然後有一條長腸地,中間還有一條根 旁邊就有些碎濕濕的,碎濕濕的 整件牛肉刨,我們就射出來 那些根,你說有沒有用呢?也有用的 我們有時候,或者煮上湯,煮上魚湯,就倒進去 有時候,就會拔牛腩的時候,就拔進去 我們改好它出來,我們就照文理 就會切成一條條長文 切成一條條長文,怎麼會是長文呢? 讓大家看看文理,這些就叫做長文,一條條的 大家看不見這些文理 這些 我們改完長文出來,跟著牛肉就要切成橫文 切成一條條 那牛肉呢,一般超市 都有一個基本的代工,就是它改好 有一個基本的清潔 如果有些根的,它不是切得很乾淨的 那我們回來就輕輕的片一片出來 這些就是輕輕的片 輕輕的片一片一片 慢慢的,整片就可以切成了出來 這樣撿好之後,就好看了 那為什麼我當時要堅持自己射呢? 都是我自己對肉吃,特別對牛肉 自己一份堅持和執著 我當時,晚上下班,我就要泡三鞋 如果那天第二天回來,做牛肉 我早上就一早回來 另外那些拍檔就說 哎,華昌昌,不如叫動物公司戒過來吧 這樣就省了很多功夫 我說是呀,我就明白呀 但是,動物公司戒過來,大家知道有什麼不好處嗎? 首先,刨上來的那些,它對不到紋理 對不到紋理,第二,中間還有筋在那裡 那我們有什麼方法,醃淋它呢? 就唯有重手一點,為什麼要重手一點呢? 那些梳打粉的就重手一點,醃淋它 那我們的牛肉片回來自己做,我們就知道基本功 我們看到那個紋理,現在我們就改了它 最好呢,就冰硬一點去切,更加理想的 那麼我們呢,這裡呢,我們就改了出來 這些紋理大家看得更加清楚 我們待會這樣切就可以了 這塊都是一樣的,我們就放好它 那我們怎樣切呢? 頂住牛肉,這樣看得清清楚一點 推下去,一塊一塊這樣 推下去,一塊一塊,這樣就切到出來 當你的刀工熟了之後,就可以快一點 一塊一塊,我們那時候切牛肉片 切得很快的,十幾分鐘 切四十幾磅,切三顆,連四顆 那這些呢,按著它 當你熟了之後,快一點都是這樣的 旁邊這裡,按著它 按著它,拍拍,剁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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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放一邊 再放一邊 這塊放後一點,放後一點 放後一點切,大家就看得更清楚 我們要收拾正的位置 推到,盡量一個推到 這些切出來就大塊一點 一下個,盡量切到圓片 要向著面 來切剁剁剁剁靜 待會是備用,就可以醃了 半磅也不夠 醃牛肉,首先準備 薑汁 半茶匙的薑汁 然後倒半茶匙的紹興酒 薑汁酒 薑汁酒準備好了 放在一邊,再拿一隻碗出來 醃這些中式牛肉 很多都會叫做梳打粉牛肉 如果出去吃那間,你吃到梳打粉牛肉 醃過濃的那些 證明功夫不夠 約6份1茶匙的梳打粉就夠了 加了梳打粉之後 然後加水 加多少呢? 約2個湯匙的水 加了水之後 然後把薑汁酒 炸下去 全部 炸下去 因為牛肉 再加多一點水 醃 才會令它有脹身和滑身 鹹味的來源 生抽 約1湯匙 味的來源是蠔油 1茶匙的蠔油 約半茶匙的老抽 讓整體的色素更好看 然後加生粉 約1茶匙 所有鹹味都夠了 我們把半茶匙的砂糖 讓它和一下味道 然後加少許胡椒粉 始終是牛肉 會有少許肉的酥味 把整體的材料 攪拌均勻 醃肉 這是很基本的技巧 不要全部倒進去 這些肉醃出來 醃得不均勻 特別是放梳打粉 如果放梳打粉 在這裡 撿梳打粉 你會拌均勻 因為梳打粉 吃進去 有些醃過濃 有些醃過濃 有些醃不到 放梳打粉 的作用 都是令 肉的纖維 加快吸收水分 從而令它脹身 有一個滑口 你放太多 咬下去 就軟軟軟 現在我們在這裡 分開兩三次 慢慢讓它吃進去 慢慢讓它吃進去 不要心急 那 這些牛肉呢 那 為什麼我們 有些要洗 有些不用洗 這樣 大家看看我做 我們有時候在外面 鬆些肉 會鬆到六七成熟 六七成 不是熟 即是解凍 讓它有少少硬 才好切 切完 這些牛肉片 還要把它 洗完雪味 然後瀝水 現在這些超市 這些肉 相當之好 好嗎 它事前 和你處理好 那你一回來 你就可以馬上醃 當第二次 醃料 就落完 然後第三次 慢慢把它拿進去 讓它吃一吃 拿到 一點水都沒有 這裏 可以放少許水 約1茶匙 差不多 我們有時候醃這些肉 都要 用手 拿去 手感的感覺 牛肉 尤其是牛肉 我們不要太黏 要有少許濕潤 因為我們都要用少許時間去醃 現在 就可以了 然後 我們最後 下油 我們這裏 約1湯匙 加多一點油 加多一點也不要緊 牛肉 因為 它是相當吃油的 最後下油的作用 都是鎖住 肉 肉汁 第二 就令牛肉 會滑身一點 如果我們在外面做 那些牛肉 讓它醃一會 醃一會 醃一會 過幾個小時 我們才倒油 就是讓它扯一扯 現在 牛肉就完成了 我們把保鮮紙包好 放在冰箱裡 冰它一晚 最少要醃八個小時 才能吃到 滑牛肉 那些薑蓉 都不要浪費了 可以留下來煮菜 那些薑蓉 那些薑蓉 大家看看 那些薑蓉 怎樣 味道明天 明天 那些薑蓉 會轉一轉 早晨早晨 大家好 早晨早晨 那現在早到幾點呢 6點52分 做一個早餐 有雞蛋 有牛肉 傳說中的蛋藕字 怎樣誕生呢 牛肉 醃了一晚 這餐牛肉 我會分開兩餐 是要做的 我們在做之前 我把油拿出來 我們把油放進去 先拌一拌 大家看到嗎 旁邊的這些 把油拌散去的作用 等待你煎 或者拿去拉油的時候 它就容易鬆開一點 這些也是我們行內的秘技 這樣拌勻 這樣拌勻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先放一片備用 拿一把碗出來 那有什麼用呢 雞蛋出場 我們把雞蛋放進去 再放一點鹽 約6分1茶匙的鹽 然後加入全脂花奶 加奶的作用 讓雞蛋炒出來 滑一點 現在就把它打均勻 打到它多均勻呢 當然不用 像手打四百次 我們就 打到均勻程度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燒熱的鑊 鑊熱了之後 我們就在鑊邊 放適量的油 就不用太多 我們就先炒蛋 放蛋 我們要做一個滑蛋 要有多滑呢 會嫩 就算了 我們推到一個 變成漩渦的狀態 我們現在就 讓它定一定型 定了之後 跟著我們一鏟 這樣就差不多OK了 通常在外面 都會用一些 小小的小小的 熟貼鍋的小小小 去做 或者用扒爐去做 這樣就已經OK了 那我現在就先炒 備用 接著我們 放大火 再放一點油 現在我們就 處理我們的新鮮牛肉 我們在外面做多數是拉油 在家裡 煎了就可以了 慢慢煎 這些牛肉 煎是最好吃的 煎是最好吃的 好 再放兩塊 再放兩塊 再放下去 不要動它 等它定型 先 約三十秒左右 很快 再放兩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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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很美 保持著大火 煎封肉汁之餘 還要煮牛肉 不要過腦 我們有個說話 叫斷生 緊緊熟 這段時間 我們可以輕輕的養鬆 看看有哪些煎不到的地方 我們就煎一煎 這些也煎一煎 牛肉差不多到九成左右 現在就可以放進去 然後關火 我們把麵包放進去 現在把它放進去 拿出麵包 使用麵包 這樣放進去 把麵包放進去 把麵包放進去 拿出來 然後把它放進去 把它放進去 這樣就好 把麵包都對著 它們切出來 有分麵包 然後把麵包放進去 我們均勻地排下去 在外面做一個命令 都是一塊牛肉給你 這樣 然後我們就 把蛋放進去 大部份的蛋 我們就放在這個蛋裡 因為我家人 有些不吃牛肉 現在就相當簡單 有牛油那邊 就蓋上去 我們就放好 去到一個最好的環節 就是什麼 飛邊 我們就放鬆一手 慢慢切 這邊切 就好看些 但是我吃了整個身體 就已經扭歪了 這樣 慢慢切下去 不用心急 做得好看 家人也吃得開心 自己也吃得開心 切到底下 慢慢下 蓋上牛肉 然後拉 就開了 傳說中的鮮牛肉蛋 哇 讓大家看清楚 牛肉的粉嫩程度 看得不清楚 現在就更清楚 那 一個 中式的滑牛肉 背後 是包含一個很高深的醃肉過程 想做一個好的牛肉 一般的職業廚師 都要花很多時間 不斷去鑽研 肉的結構 才可以做到一個 好的滑牛肉 那些鮮牛肉蛋 都是我 星星對港式三文字的一種情懷 喜歡吃蛋字的網友 就給我一個讚 我星星 喜歡吃滑牛肉的網友 訂閱我 就是職人吹水的頻道 會喜歡吃蛋鈕字的網友 會喜歡吃蛋鈕字的網友 同時邀請你加入我 頻道會員繼續吹水 我先吃早餐 下條影片再和大家吹過 拜拜